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北區上水火車站附近的交通 大家都知道鐵路其實是一個樞樓 還有很多小巴或者大巴去配合 見到九班就將它分成幾個ABCD不同的轉車站 首先講一下這個小巴站 主要是給區內的,例如沙頭閣或者丙江那邊 還有遠一點的朝徑和唐公嶺那邊 另外也有河上香或者浪湖呈郊柱 也有附近的古洞或者坑頭 還有蓮馬坑或者麒麟村 只有44號或者44號A是去屯門市中心或者碼頭 走過一點就是上水廣場下面的巴士總站 最常搭是276P或者276P 它主要是去天水圍站 但去元朗站其實都很方便的 15分鐘不塞車的話都到 270主要是去九龍外面 這是奧運站 這是奧運站 278X就是去荃灣的 印象了45分鐘左右就到 全程差不多高速公路 很方便 270A、B、P 其實主要是去尖沙咀、深水埗或者九龍站那邊 近年也多了一些新的線 或者三字塔或者六字塔 它原來是去港島那邊 中環和銅鑼環那邊 77號是去元朗的 兜很久 如果你是一個鐵路的 不是這個巴士迷 很值得一行 而且是有很多綠色的 兩旁 79號K就去打孤嶺 其實旁邊還有78號K 就去沙頭角 看到的是73號K 去這個敏感度 後面還有一些N車 即是夜晚通宵的 如果在這個沙嶺墳場開放的時候 如果去蘇姆 其實也可以搭這隻73號K 它都經過這個Food Day咬 和鳳溪中學附近 如果你去看這個Food Day咬的珠拿年的時候 其實也可以搭這輛車 其實還有一些是去機場 等等 其實這個主要就是 都幾全面的巴士來的 它的九巴就叫做轉車站A B 作為巴士總站 其實也有個員工休息室 但位置就很小 再來介紹的是轉車站B 新運路出口 應該是D出口的科車站 看出來就會很大的字 就是上水轉車站B 我拍攝的時候其實也挺有趣的 我買生果的姐姐 就以為我在拍她 就走過來看我拍什麼 其實我拍的主要是交通 我都跟她說了 你會看到其實B轉車站 其實都很長的 整條路幾乎是巴士站 不同的巴士站 70號機就去這個環境 279X就應該去青衣 這裡的方向可能就是血和虛方向 其實還可以出青衣 天水圍 或者這個離島都可以的 看完這條線之後我才知道 轉車站A 原來就是這個上水 往長下面的巴士總站 原來也有巴士去這個 拿打蘇醫院的 也有56號去天平 56號A的去黃俠山 後面A43 就是A43P 就是去機場那邊的 那整條路其實是 極之長的巴士站 很多不同的站 大家要多一點走 那這裡就是279A X就去這個青衣站 還有葵卿 比較特別一點 也都有屯門的三勝 或者這個屯門少康 對面其實就是這個上水廣場 這個巴士 也都看到很多紅色的巴士 也是現在大巴的主流 除了說這個九巴之外 近年也都見多了這個城巴 那以前其實真的很奇怪 為什麼有黃色呢 那旁邊呢 其實就是對面的 那條馬路 其實就是小巴站 那再來介紹的就是 轉車站C和D 那它主要就是 在這個火車站C出口 近這個蔡遠村那邊 那除了C出口 這裏呢 美國馬路之前 除了有這個的士站之外 呢 走後一點 其實有一個叫D 上水轉車站的 那這裏主要就是 粉嶺區那邊 那邊 蓮和區啊 或者華明村 還有青河村 那它特別一點 就是通宵的時候 它可以去中環 或者沙天市中心的 而對面呢 近這個彩原村呢 就是這個轉車站C了 那它主要就是 去這個天水圍 浪平那邊的巴士 那如果你去濕地公園 也可以在這裏搭這個巴士 那除了天水圍那邊之外呢 其實還有這個 這個978的會展站 或者N73的 諾馬州 就是黃岡過境的 通宵巴士 那為什麼會 解釋這麼多呢 其實原來太久沒有搭車呢 我也不太熟 另外就是上次 想拍一輯關於這個巴士的時候呢 我懷疑其實相機的限制 所以就去到現在才有時間再拍的 那其實很多錯漏的 要多謝回網上 其實也有很多資源 那再來呢 就介紹一下其他的巴士 其實在上水廣場 走過小小新法街那邊呢 也都有505 往這個沙田的 那去圓州那邊 那邊 那經這個威爾斯醫院的 那就是在這裏 新法街啦 那後面其實還有這個 往元朗的小巴 那之前說去新田 荷花其實就在這裏 上車 那跟司機說笑 就是胡遺 那就可以了 那他就會叫你拍飛錢 那就可以坐的 那也都有些車呢 去這個平洋的 我見到 不過我忘了在那裏坐 應該都在 我見到在這條巷 或者街上 洗出來的 那不是這麼多的 那紅色小巴往平洋 就是去看這個 網上那邊的 那今天分享是這裏 拜拜